纽约皇后区的秘鲁菜是什么样子 据说特别符合亚洲人的口味 也就是中国人的口味 大家好 我是老月 今天是星期六 我们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纽约赏鹰之旅 我们先看了罗斯福岛的樱花 然后又来到了朋友介绍的皇后区的特别有名的秘鲁菜 据说这个秘鲁菜特别符合咱们华人的口味 也有很多的华人在这边来吃饭 所以我就带您进去看看 秘鲁菜它吃什么呢 是什么样子 我给您鉴定一下 它值不值得您来打个卡 视频开始之前请订阅老院的频道 点击视频右下小铃铛 给你分享真实的美国生活 走 进门很小 但是也很有秘鲁特色 虽然说我也不知道秘鲁是什么样子 这个餐厅进了以后还挺有氛围感的 挺有格调的 这装修也不错 看着就和普通的中餐馆是完全不一样的 很有异域风情 它的装修的细节上有很多印加风格的元素 另外还有很多的绿植都很不错 这个区域其实是个酒发 晚上的时候人非常多 这家真的是宝藏秘鲁菜 就在黄后区的十一街上 我们先看看人家这儿的庆祝生日的仪式 祝你生日快乐 看比海底了 说几实话 我是第一次吃秘鲁菜 完全不知道 这个地儿是我们的一个朋友 他在罗斯福岛上的康奈尔研究生院学习 所以他推荐的 我们来了以后就试试它的招牌菜 牛肉 猪肉 包括前菜的一些海鲜 完全是盲盒 我们来看看到底怎么样 我们点了两个前菜 大家一起来试一下 这个是海鲜 里面有虾 有鱼 还有末斗鱼 然后底下有一种酱 就跟鸡蛋打碎了以后似的 这个前菜我吃了 它有点酸 但里面的种类很多 还有玉米 然后还有章鱼 它那个鱼肉有点像刺生 我觉得整体这个菜 可能不太符合中国人的口味 像我吃什么有问题 它多少有一点酸 你别小看我们点的这个前菜 这个菜 可是鼎鼎有名的蜜鲁国菜 它叫柠檬腌鱼 就是有很多的海鲜 柠檬汁来腌制它 这个店和我们想象中的传统的南美 墨西哥 这种很粗犷的菜量很大的那种菜 是不一样的 这个饭店有点走精品路线 盘子都不是很大 但是每个菜也不便宜 一个主菜或者说是一个前菜 基本都要20多美元 这个前菜很有特色 它是烤的一个章鱼 然后容器有点跟石头似的 不是一般的盘子 但是也不是很重 这个看着好像不是很诱人 因为它烤的比较过 这个章鱼也不错 章鱼腿前面不是很粗吗 但是它烤的都熟了 而且调了一些汁 看着颜色很重 但吃起来还非常好 这个土豆也很好吃 整体这个风格不好形容 但是我个人觉得华人会喜欢这个口味的 我们进来以后发现这的服务员特帅 而且长得都特别有特色 很多还有点亚裔的面孔很像 秘鲁人是不是和亚裔多少有那么点像 我觉得是老院这个还是牛肉 到哪吃牛肉它最过瘾 最解馋 上面有些薯条 下面是牛肉的条 配着一些有点像红烧的这样的酱汁 还有小西红柿 我目测这个有点像咱们中国的红烧牛肉 还真是和红烧牛肉差不多 但是汁里比咱们的红烧牛肉略微淡一点 有一点点像酸味在里面 总体上我觉得这个菜华人会接受的 肉本身也不老 但也不能说它很嫩 它这还有白米饭 而且它白米饭里加了玉米粒了 很大个的玉米粒 米饭它蒸的时候应该加了一些调料 所以很有味道 这个米饭非常好吃 吃完了以后我们觉得非常像海南鸡饭里的米饭 里面应该是加了鸡油 所以显得亮亮的 然后它这的菜看着菜量不大 但是你吃下来一个人一个煮菜 足够了 你至少饭量不是超级大 一个煮菜绝对够了 女孩子可能还吃不了这一个煮菜 漂亮妈这个是鸡肉 完全看不见 因为它完全被一层黄黄的酱给盖住了 但是它看上去特别好看 非常符合漂亮妈的审美 不管好吃不好吃 必须好看 它这个是鸡丝 所以你看不出来 然后和了黄色的酱 我感觉这个菜 这个菜是芝士酱和蛋黄酱 混在一起 味儿还比较浓 符合咱们华人的口味 但是最后的时候 底味里头有一点点辣 总体上这个菜还是很好吃的 很不错 这个是我们朋友点的 这个主菜是鸡 它里面有两个鸡翅 还有几个鸡肉 这个鸡肉就跟广东的豉油鸡似的 但是它要稍微干一些 另外里它这里有米饭 是用蔬菜汁蒸的米饭 还有配的黄色的酱 看着不错 这家餐馆的生意还真是好 今天是星期六 我们进来五分钟以后就全满了 而且这里头确实 我看见有三四桌 都是华人的面孔 看样子确实它这是餐 特别对华人的胃口 我们现在吃的差不多了 我先总体评价一下 我觉得这个秘鲁菜 确实有很多菜 它挺符合华人的口味的 像这个牛肉红烧的 还有一些鸡肉 它味道都比较浓 比较重 所以很多华人会喜欢的 价钱不便宜 一个菜二十多美金 我觉得总体的价格 应该比中餐还要稍微贵一点点 它这个装修肯定是很不错 服务也很到位 它这的服务员都很热情 都很高兴 所以总体上我觉得 我来这个秘鲁菜是第一次来 也是第一次体验 是一个不错的体验 所以如果你吃腻了中餐 日餐 韩餐 西餐牛排 所以你来尝尝这个秘鲁菜 也是一个挺好的选择 而且它这晚上氛围特别好 有点像酒吧 它这就是人太多了 我们这是星期六的傍晚来 可能需要排队 终于可以吃蛋糕了 到了一晚上就在等这个蛋糕 我们这个账单上来了 跟我说的差不多 就是比中餐馆略微贵一点点 我们四个人加上漂亮 点了四个主菜两个前菜 最后又来了一块蛋糕 加起来是162美元 但是它这儿是把小费给我算好了 所以直接加上了20% 然后再加上税 这一顿饭一共是208美元 你觉得贵不贵 作为一个全新的体验 吃个新鲜 那这个价位也是可以接受的 今天穿过曼哈顿 看了罗斯福岛的樱花 又吃了宝藏的命鲁菜 完美的一天 谢谢您的观看 视频到此结束 拜拜